神奇的海绵 奶泡泡和菠菜在寻找冰激凌山的路上 不小心跑进了一片油菜花地里 他们俩打打闹闹的压弯了很多很多的油菜花 这下可得罪了保护油菜花的稻草人 稻草人们可是不好惹的 他们生起气来 把整片油菜花地都变成了一片大海 这下可好了 奶泡泡不会游泳 它被海浪冲得呛了好多水 还差点沉到了水下面去了 还好它抓住了一颗油菜花 可是已经奄奄一息了 菠菜呢 就被水下的油菜花给缠住了腿 没办法动它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奶泡泡被淹在了水里 终于稻草人一摇一摆走向了菠菜 它告诉菠菜 要放过它们没问题 不过 要菠菜交出自己的双肩包 菠菜这才想起自己的双肩包里 不是有很多小松鼠送给它的宝贝吗 这个时候说不定能派上用场呢 它连忙把双肩包从背上拿了下来 小朋友们 你们可别误会了 菠菜 菠菜才不会把包交给稻草人呢 可是 稻草人却已经把手给伸了过来 来吧 把你的包给我吧 别急别急 我的包拉链没拉好 我拉好了再给你 不然东西都掉出来了 那可就不搭好了 你说是不是啊 菠菜一边说着 一边很快地把手伸到了包里去摸 希望能摸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包里边乱七八糟的东西有好多呢 摸上去圆圆的 长长的 什么都有 到底什么能派上用场呢 菠菜一边摸着 一边朝稻草人陪着笑脸 脑门上都挤出了汗珠子 终于 他摸到了一块方方软软的东西 菠菜的心里高兴极了 这好像是一块海绵呢 海绵 不是可以吸水的吗 稻草人这个时候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他把手伸过来 要抢菠菜的包 你有没有拉好拉链 不要想耍什么花样 不要以为我们稻草人没有脑子 菠菜飞快地举起手中的海绵大笑着 你们稻草人就是没有脑子 因为你们脑袋里面都是草啊 海绵 吸光所有的水 稻草人惊呆了 只见海绵从菠菜手里送飞了出去 飞到了天空上 然后开始在天空变大变大 最后遮住了整片天空 像个盖子一样盖在了油菜花地上面 大海又开始了一波又一波的海浪 发出了巨大的水声 不过这一次 水都往天上的海绵跑了去了 海绵真的开始吸这些海水了 稻草人惨叫着 油菜花也渐渐地露出了水面 菠菜终于挣脱了缠绕着它的油菜花 菠菜朝奶泡泡扑了过去 抱住了有气无力的奶泡泡 不一会儿 油菜花地又变成了原来的样子 那块大海绵把整片大海都吸光了 一滴水都没有剩下 菠菜和奶泡泡又站在了红色的泥巴地上 海绵吸光了水 咻的一下就消失在了天空了 刚才还神气活现的稻草人 现在又一个个一动不动地站在了花丛里 好像从来都没有活过来一样 菠菜轻轻地拍了拍奶泡泡的背 奶泡泡 你没事了吧 这水真咸呢 刚才差点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我真的要去喂鱼了呢 这油菜花地里哪来的鱼啊 你呀赶紧去学学游泳吧 下次再碰到这样的事情就不用害怕了 对了菠菜 你刚才扔了个什么东西上去啊 水怎么就突然没了呀 就是这个包里的宝贝 一块有魔法的海绵 这都是小松鼠送给我的 没想到还真的派上了用场 这里面还有好多宝贝呢 难怪小松鼠跟我说 有了它们我才能够躲过所有的危险 奶泡泡充满好奇地看着菠菜的包 拼命地点头 哇 这么厉害啊 那你给我得看好了 千万别弄丢了啊 那当然 刚才稻草人想要 我还不给呢 哎 奶泡泡 你的帽子呢 奶泡泡突然想起 刚才在水里泡着的时候 一个海浪把她的帽子给冲走了 她连忙四处张望 终于看到不远处的一个稻草人身上 就挂着她的帽子 奶泡泡看了看 稻草人不敢走过去 菠菜笑着走到那个稻草人身边 一把拿下了帽子 回头对着奶泡泡挥挥帽子 喂 你干嘛 它们现在已经不会动了 你还害怕它们啊 你别怕 你看你看 菠菜故意踢了稻草人两脚 稻草人还是一动不动的 菠菜笑着对奶泡泡说 过来吧 它们真的不会动了 奶泡泡这时候却呆呆地看着前方 它慢慢地走到菠菜身边 接过了菠菜手里的帽子 眼里却闪着光 菠菜奇怪地看着它 哎 你看什么呢 发什么呆啊 奶泡泡慢慢地抬起手 指着前方 菠菜 你看 菠菜朝着奶泡泡指的方向看过去 它也惊呆了 原来 它们已经站在了油菜花地的边缘 远远的正是一座又高大又美丽的白色的大山 是的 那就是它们要找的冰淇淋山了 小朋友们 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故事呢 记得明天一定要听哦 有一个盒子 很有意思 多多创意 不是机器 八颗盒子 很多电子 好奇棒棒 好小是一事 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